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又到了我们龙哥评影的时间 那你们也看到我手上拿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什么呢 这也算是 呃 无厘头系列之一吧 好 介绍什么 星巴克 星巴克的经典美是 American American 它下面写American Starbucks 就是双重浓郁 浓咖啡饮料 那这一瓶呢 之前其实我喝过 也非常感谢我们207交仪式的友情提供 那 这是180毫升 180毫升的 那这个是 星巴克的星辈醇系列 Double Shot 那这瓶呢之前我喝过 其实它蛮提神的 那这个应该是中国大陆 呃 他们自己在加工在生产吧 那下面是写 原自哥伦比亚单一产地的 阿拉比卡 咖啡 好 那经典美是 旁边写个滴糖 很好滴糖的 生产日期 2022年的3月2号 半夜的0.58分生产 半夜的0.58分生产 然后一样没有保存的日期 所以 还是说这个就是保存日期 不要瞎我 不要瞎我 那我这边呢 已经有刚刚其实已经先开瓶了 先开瓶喝了 这个是开过的 好 那首先打开之后呢 闻到了就是一股 好像就是 呃 闻起来有点像是那种 就是有 当然有咖啡的味道啦 只是说它有点那种低糖 就是说好像是 它的糖好像是那种一般我们 我们不是要 喝咖啡干嘛要加一般加的糖嘛 还有那种就是说比较 比较糖分没那么高的那种 那种粉 就是有点 讲坦白的有一些微些微一点点的那种 化学的那种味道 应该不是化学 应该就是说那种 把所有糖分抽掉的那种 那种砂糖 对的那种味道 所以其实 呃 它这个所谓的低糖 我喝起来呢 我现在先喝好了 喝起来也OK啦 就是说可能不是像一般你家的醇糖 那么的 那么的自然 然后它是讲浓郁 那喝起来其实 毕竟这是灌装的嘛 那你到现场去喝现做的星巴克还是有差 所以基本上 喝起来我感觉是普普啦 说真的普普 那纯粹是提神用 那闻起来的味道呢 闻起来的味道它就是那种 就像我刚刚讲就是那种咖啡 是不是阿拉比卡豆呢 那我是闻不太出来 不过 就是咖啡 然后有点像是那种 我们 台湾有一个叫做 咖啡广场 咖啡广场 然后你把它的甜分 去掉 然后就有微微的甜的那种 那种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那你说这个咖啡浓不浓郁 我觉得还好 还好 那它的咖啡的颜色呢 从我这个角度看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它 有 有一点点可能会滴出来 比较 稍微黑一点 比较黑一点 那喝完之后要赶快漱口 要不然牙齿就会 会变黄 好 那这个咖啡呢 如果是给那种有 喜欢喝咖啡的人呢 那这个当然是不推 那如果你想要 提神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想要上个班 你喝个一罐 它刻意做小罐 因为是Double Shot 比较 比较 算是比较浓 浓咖啡系列的 那我就觉得 它提神能力还算够 好 那 好歹也是出自 星巴克的牌子嘛 那我就一样 祝各位天天开心 便宜愉快 下回见 登